主四屏的空间呢 我们已经看完了客厅啦 书房啦 餐厅啦 玄关的功能啦 还有什么电气柜啦 超强收纳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主卧室的空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屏数 这个主卧室它的屏数大概是3.2屏 3.2屏 对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卧室里面我们最需要的 一定是衣柜 然后床 对然后可能如果有足够的空间 我们就做其他更加强收纳的部分 所以卧室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空间一进来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壁纸 床头咯 对它的颜色上会比较柔和一点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屋主他们确定好的 一个床的大小 做确认之后呢 我们在两边 一边我们就是做衣柜 卧室你看到我们这个衣柜的话 它是有两个大的推拉的门片 那我们 通常我们穿完衣服大概就是要造一个全身镜 那在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空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墙面放镜子 其实它大概都会对到窗 所以我们很巧妙地把这个镜子 它其实是收在这两个门片的后面 所以它是两个门片加一片镜子 对 这个衣柜它其实有三支轨道 那你就把其中一片推开 然后另外镜子在后面再拉开 然后是跟门片等同大小的一个很大的穿衣镜 那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你们真的连那个壁刮室冷气旁边的那一块 也不放过就对了 对就一定在小空间里面我们一定要做足很强的一个收纳 对那包含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窗边 一般来讲我们会做14公分的卧榻 那我们要增加它的收纳量 那再来就是要结合旁边的梳妆台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柜子我们大概做到78公分 所以它就有接那个五斗柜的功用了对不对 对所以它可以做成抽屉啊还有门片 然后甚至可以结合一个梳妆台来使用 OK好所以说虽然今天这是14平的空间 光主卧室只有3.2平 但我觉得应该满足得了夫妻两个人平常衣物收纳的一些空间了 对在这个空间上所有的收纳量都是足够的 那在我们的空间规划里面 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小屏树的规划 其实呢在这个部分我们通常都是在帮屋主 满足他所需要的一个收纳的一个空间 那像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屋主他已经住进来4年了 那他整个屋况的保持啊会保持得非常好 那主要是收纳的量有足够 那刚刚我们有跟屋主大概聊天 他们其实也还满满意的这样一个收纳的空间 那这样的对我们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设计啊 或者帮屋主完成一个梦想之后 感到最开心的一个部分